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沦为无戏可拍的局面 那么今天仪泰就带大家来看看那些层是一线 如今却无戏可拍的明星都有谁吧 白百合 首先要说的是大家肯定都非常熟悉的一位艺人 白百合 他曾在《失恋33天》中获得了百花奖最佳女主角 更是在《沉浮中》提名白玉兰最佳女主角 之后又凭借《珠妖记》获得长春电影节最佳女主角 可谓是获奖无数 全都是高质量的大奖项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 白百合的演技和实力是不用质疑的 但是一纸禅的事件 却让白百合彻底跌入事业的低谷 2017年4月遭到卓伟爆料 白百合在泰国密会男模张爱鹏 举止行为暧昧 由于视频形势被拍到拥抱 一纸禅 拍屁股等大尺度镜头 比之前塑造的好妻子 好妈妈的形象大相径庭 受到广大网友的指责和谩骂 人设彻底崩塌 随之而来的是广告和影视剧作的解约 人生陷入低谷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事情出现了反转 在出轨门事件爆出后 陈宇凡公开视频 说2015年两人已经协议离婚 并宣布退出娱乐圈 这一则视频起到了两个作用 一是正明白百合并没有婚内出轨 没有道德上的瑕疵 事发当时两人已不是夫妻关系 二是用退出娱乐圈来说明自己内心的痛苦 坐实受害者的位置 此视频一出 百百合出轨的谣言虽得到澄清 但是网友对此并不买账 认为两人是为了名誉撒谎欺骗大众 舆论还是一边倒地谴责百百合 直到现在 百百合也还是没能成功翻身 依旧处于无戏可拍的地步 黄晓明 要知道黄晓明当年可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 比如说《心上海滩》 《神雕侠侣》等等 那演技都是实打实的 但是自从黄晓明和杨颖的那场天价婚礼之后 他接到的邀约就越来越少了 相反杨颖却真正开始走了上坡路 这样很多人都觉得奇怪 毕竟要比演技的话 黄晓明岂不是要比杨颖的演技好太多太多了吗 凭什么杨颖都能接到戏 但是黄晓明却不能 他曾在一个节目中透露自己不是不想拍 而是没有人找他了 他为此还求了很多人 但是都没有成果 原因大家也都不是很清楚 其实对于一个演员来讲 资源还是很重要的 没有戏拍也相当于没有收入来源 好在黄晓明家里条件不差 而且他名下还有几家公司 所以要说没钱那也有点假 但是他还是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回到影视营品上的 毕竟很多老演员到了六七十岁都没有退休 他希望能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 只不过现在的他只能经常在综艺上露露脸了 霍建华 霍建华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男演员 曾经出演过很多优秀的影视作品 外形也是十分出色 也塑造了很多的优秀角色 演技也是十分了得 曾经和张韶涵 徐少阳一起出演偶像剧海藤湾恋人 是多少少女的梦中情人 后来因为与胡歌共同出演了 仙剑奇侠转三 让他彻底打入内地市场 而在此之后霍建华也参演了很多电视剧 并且反响不错 比如花千古 如意传都是十分优秀的电视剧 也为霍建华带来了不少的人气 演技也得到了肯定 加上出色的外形 可以说霍建华的势头很足 不过在事业如此巅峰的时候 霍建华与林心如宣布结婚 并且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不过自从霍建华结婚之后 事业可以说是大不如前 甚至无戏可拍 黑料也时不时地往外抖 林心如透露说 他基本处于失业的状态 实在很让人唏嘘 毕竟作为曾经的流量 王者到如今无戏可拍 落差实在很大 现在他能做的可能就是安心等待一个好的剧本 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 不过好的剧本可遇不可求 所以只能顺其自然 杨硕 这个名字曾经在娱乐圈闪耀过 他凭借欢乐送中的包一帆一脚走红 又凭借大江大河中的宋运辉一脚 获得了夜内外的认可 他有着帅气的外貌和不俗的演技 曾经被誉为一线男星的有力竞争者 然而就在他事业风光无限的时候 他却遭遇了一系列的打击 首先是他的婚姻生活被曝光 原来他早在七八年前就已经结婚 并且有两个孩子 而且他还被指出有过外遇 对自己的妻子十分小气和节约 这让他原本政治善良的形象 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其次是他的片酬问题 当时他正在拍摄异乡人 而该剧因为受到了上级部门的相关通知 需要对演员们的片酬进行调整和减少 而杨硕却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 坚持要按照原来约定的八千七百五十万来结算 这让他被认为是不合作 不识大体 不顾国家利益的人 最后是他的作品选择问题 在大江大河之后 杨硕并没有接拍更多有质量有深度的作品 而是选择了一些商业性较强 口碑较差 收视率较低的剧目 比如我们都要好好的 时间都知道 归还世界给你等 都没有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反而让人觉得他在浪费自己的演技 由于这些原因 杨硕逐渐失去了观众和剧组的青睐 也失去了自己在娱乐圈的地位和影响力 如今 他已经很少有新作品出现在影评上 也很少有人关注他的动态 他似乎已经退出了大众视野 走到了娱乐圈之路的尽头 董洁 董洁在金粉世家里饰演的冷清秋 曾经惊艳了时光 那时候的他 美得就像一朵百合花一般 纯洁又美好 而他也因为这个角色 在娱乐圈站稳了脚跟 没想到 董洁里因为绯闻的原因 使得自己的形象全部被毁了 如今的他 他虽然还有在拍戏 然而几乎都是一些配角的角色 再难出演女一号了 陆寒 作为归国四子之一 陆寒凭借优质的相貌和超高人气 出道极倍推到一线 策划 影视 综艺到处可以见到他的影子 但由于片酬太高 再加上演技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还有他秀奇的长相 自从回国以来 网上对他的攻击就从来没停止过 而曾经的那一部上海堡垒彻底让陆寒的口碑跌入谷底 陆寒的演戏之路也就此蒙上了阴影 他的情况和里程差不多 都是没有规划好自己的发展道路 其实他的长处就是唱歌 不管是粉丝还是路人 都知道陆寒的歌唱功底是非常不错的 但他却并没有专注于音乐 而是在大好的黄金时期做其他事情 导致现在无戏可拍 张萌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张萌 底力热八曾经在爱的阶梯里给他配戏 还曾出演了中汉两版《天龙八部》里的王尼炎 出演过这么多重要角色的张萌 现在居然轮到无戏可拍的干大劲底 听起来确实让人唏嘘 在三年前 张萌和同名不同字的演员张萌 在个人社交媒体差点掀起了骂战 前因后果是这样的 张萌做客某平台直播间宣传自己热播的电视剧 但有粉丝分不清他人 就留言问到你整容了吗 对此张萌本人并没有直接回应 而是留言道是萌 不是萌 对此 很多网友猜测这明显是在内涵张萌整容 而张萌本人也迅速做出了回应 并爱特了张萌 称自己两年没拍戏 远离娱乐圈好久了 就是这句话 并不少人很惊讶 毕竟就算张萌整容容 颜值不如从前 可演技还是好的呀 怎么就没戏可拍了呢 说到这里 确实不得不说张萌整容后 整个颜值下降了不是一个档次 当初出演的角色哪个不是美人梯子 把段宇迷得得六神无主的王雨嫣 轻弓扮相里最好看的海蓝珠 天涯 明月刀里鬼马精明的周婷 当初又有多少导演 看重他的颜值 认为他配得上这些角色 才找他来出演 但不知道怎么想的 这么有变十度的脸 居然跑去整容 现在的他 关注的小伙伴也知道了 面部表情极不自然 满脸僵硬 仿佛老了十岁 大多网友吐槽的同时 大多是为他感到惋惜吧 那么以上 就是仪泰整理的这些 曾是一线 如今却无戏可拍的明星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 还有什么补充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与仪泰进行互动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仪泰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似仪泰 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哦